影集中期台北国际动漫节正式开罗了 艺人李玉芬还出席跟粉丝禁止了互动 李玉芬穿着Cosplay的禁装登场 加密衣机上头还带着天使的翅膀 象征正式接下来代言工作 维持六天的动漫节 正好碰上了学生放寒假 因此预估将带来四十万的人潮